另外呢高压电盖在住家附近的断层带 这个安全是不是会有问题呢 将近50位来自彰化跟云林的民众到立法院陈情说 他们住的地方就已经是在断层带上面 已经有土壤异化的问题了 甚至有些人家里呢还地层下陷 结果呢台电竟然还在这边设置了12座的高压电堂 这要是地牛一翻身电塔会不会塌下来 那么大家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了 彰化大批民众组成自救会 北上抗议台电将高压电塔危险设立 张岭的所有那个电塔从南投一直走 走到彰化关 兼贵的那个八卦山脉 就是说兼贵彰化断层 下来一些关系图 15 16 17 绿色的3点 对对就是这3点 刚刚好就是在这个断层线 指着地质调查图台电将12座高达 34万5000伏特的超高压电塔 设立在南投到彰化一带 偏偏这里落在断层带 民众忧心安全没保障 这样你整个穿上去 你这种可能是在这扣里面 你看看 这种公司在这看 那种也要帮下来 不知道四几千都会 眼看照片上7号电塔落在断崖旁 8号位在陡峭山壁 摄头箱一连串的土壤 异化与地层下陷 民众忧心忡忡 但台电挂保证 高压电塔的设置已做好最完善的评估 台电给承诺一切妥当没问题 但住在这里的居民 天天看着处理眼前的电塔 还是难免心生恐惧 中间新闻李红杰 台北采访报道